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在中國日前發生了隨機刺傷 外國人事件恐怕不是單一的案件 而是在整體經濟環境不佳 社會轉區悲觀 所造成的力氣越來越重的社會現象了 他們提出好幾個數據 像是近年在中國 勞資糾紛的比例大幅增加 還有就是在多個人力網站上頭 你可以看到包含了用戶數 還有申請海外就業的用戶 其實數量也都是不斷的在上升 那麼有專家就分析數據之後 他認為這所顯示的是 在中國真正的失業情況 是越來越嚴重 另外中國刑事案件 也是在增加當中的 還有就是在網路上 也瀰漫的這種悲觀的氛圍 百度2018到2023 有關於心理健康相關關鍵字的搜尋量 平均每年增加呢 百分之三十五 比利比利2023年 有關於解決焦慮 憂鬱壓力這一類的關鍵字 搜尋量更是大增了百分之兩百二十四 還有官方數據也顯示在中國青少年 2017到2021年 輕生率也上升了兩成左右 那麼英國的倫敦大學 他們中國記刊曾經做過調查 要來問一問中國民眾 你認為造成你貧困的主因是什麼 過去很多人他們說認為是自身欠缺能力 可是現在這樣回答的人是大幅下降了 反而比較多的人呢 他們認為是因為呢 整個不公平的經濟體系 所造成他們的經濟困境 那麼這種社會氛圍 會不會影響到中共政權的穩定呢 就政治學家認為說 現在中國靠的是監控來維穩 可是監控需要的成本非常大 當呢整個中國 他們呢自身的政府 債務越來越高的時候 而不滿民眾如果不斷的上升 恐怕也無力持續監控 那麼對中國所帶來的衝擊 恐怕是呢 各界都難以想像 以上訊息給我給您 也只是鎖定華視新聞 Hello 我是蔣欣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